也许是状态出现过早 也许是精神过于紧张 欧楚良在中医之战中表现 让人很难想起中韩热身赛中 那个伸手矫健的欧楚良 中国队在参加十枪赛之前 七场热身赛中 一共只失了两个球 而中医之战失球数达到四个 在赛后平球时 伊朗队主教练古汉认为 欧楚良的身材过于矮小 给伊朗队提供了很好的良机 同时 许多在大林采访的记者 都注意到 伊朗队赛前教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便是定位球和远射 这就给包括英国顾问杰米·李默 在内的中国队教练组 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如何及时的把有关对手的情况 及时的传达给杰米·李默 如何针对西亚球队 普遍个人技术比较好的特点 进行守面院的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欧楚良在下面 与其他西亚球队交锋中 有更好的表现 欧楚良在中医之战中得分6.9分 亚洲最好的前锋 阿里戴一和亚洲最优秀的 丁人中尉之一张恩华 在一起较量了90多分钟 其結果是张恩华因体力不足 而败下阵来 在张恩华的看守下 尽管阿里戴一 没有能够施展他的射门才华 但他的满场飞奔和灵活的跑位 却使张恩华出现了 少见的体力不支的状态 也使得中国队的防线 在下半场后20多分钟时间里 一片混乱 在经历了吉隆坡的黑色三分钟之后 黑色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 不知道他是否又会萌生回家中地的念头 张恩华中医之战得分是6.7分 稳重老练 这几乎是所有在场观战的人员 对孙继海的一致评价 尽管由酒精沙场的李红军重新归队 但中国队的教练组 显然还是对孙继海阵守左路更为放心一些 可能是由于实行了4-5-1的新打法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 很少看到孙继海以前那种活跃的边路助攻 倒是防守起来更为蹊跡和投入 在正常比赛中 他是中国队表现最稳定的队员之一 孙继海的得分为6.7分 身近后防大达的李铁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表现已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 他那近乎单薄的身体 在从巴西回国的半年多时间内 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使得他在与技术同样精良 身材却强壮许多的西亚球队较量中 很难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留在国家队中的四名剑立宝小将 很难有同时上场的机会 这也使得他们四人在场上所形成的组合优势 消失殆尽 与此同时 他们单兵作战的缺点和劣势却爆了无疑 中国队现在实行的4-5-1的新阵型 对后腰这个位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从李铁在这场比赛中表现来看 他还没有完全适应 李铁的分是6.4分 领袖的权威通常要通过胜利来巩固 中国队在取得了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 和一系列热身赛的胜利之后 范志毅的队长形象 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接受 在终于之战前六七十分钟的时间里 他的指挥和后防调度有序 攻守合理 展现成一种充满自信的精神风貌 然而伊朗队的一技点球 打破了中国队球员平静的心态 尤其是直接导致这一点球的队长 范志毅的心态 作为一名在绿云场上 征战了十几年的老队员 范志毅所经历的痛苦和荣誉 不可谓不多 但愿这一次惨败 能够使他真正走向成熟 范志毅本场得分是6.7分 一位高水平的教练 常常能够在短时间内 发现对手的弱点 而在中医之战一开始 伊朗队主教练古汉 似乎就认定中国队的右后卫 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大空档 公正地说 在大部分时间里 毛雨军的表现 仍可称得上是中规中矩 偶尔还有一两次助攻 比起其他队员 他的心理素质 甚至算得上是稳定 但无论如何 一场比赛连尸四球 对任何一名后卫来说 都是不光彩的事 毛雨军得分是5.5分 不管中国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 李明都绝对是本场比赛中 表现最出色的中国球员 他那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 让人们相信 他比赛前所强调的超水平发挥 和报效家乡人民的话 绝非空口道来 但是在超水平发挥的同时 他原本异常充备的体力 竟然也超支了 以至于在比赛进行到 第70多分钟时 开始抽筋 这不能不令人为之遗憾 从失败和挫折中 学会了动脑筋思考问题的李明 也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场比赛中学到了点什么 李明这场比赛得到了 中国队的最高分7分 在亚洲杯上那一角 寂静四座的远射之后 马明宇便开始 与建立宝小将隋东亮 展开了竞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中 马明宇最终 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 和良好的心态 成为胜利者 由于彭卫国 因伤缺阵和刘军的落险 马明宇便成为 中国队前场队员的组织核心 但由于他同时 还要承担左路的防守任务 因此在中一之战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疲于奔病的马明宇 而且由于他的一次疏漏 使得伊朗队在70多分钟时 有一脚远射 破门得分 中一之战之后 中国的应该对中场人员组合 进一步研究 以去找到最佳组合 马明宇得分6.7分 正确的战术 有利的中场 这是高峰这样的灵感型前锋 得以生存的条件 假如说在高峰上场之前 这些条件还存在的话 那么在高峰上场之后 由于临场指挥调度不力 和体能下降 从而使得中国队的后防线 频频告急 失去了中场侧应的高峰 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猎手 就像他刚刚转回到 前尾环岛时那样 据说在江峰张孝瑞 卫群胡云峰等四名队员 被调离球队时 高峰就曾萌生去意 中国队教练组 在总结失利原因时 千万不要忘了 多做一些队员的心理调整工作 使高峰这样有特点的球员 能够在将来的比赛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峰得分6.2分 刚刚进入国家队 便被齐武生处教练 安排在四五腰 双前腰的位置上 仅这一点便可以看出 齐武生对这位 昔日国奥队爱将的器重 但可能是由于对新阵容磨合不够 余根伟在比赛中 没有能够完全发挥 自己的快速插上 一键丰厚的特点 大部分时间里 他只是在对方的禁区里 施展自己的盘带功夫 他的表现尚不能令人满意 中央之战 余根伟得分是6.7分 高中锋历来被视为 中国队对付西亚球队 极力有效的战术 在中央之战中 黎兵便有幸承担了这一角色 纵观全场比赛 黎兵在与对方后卫的拼抢中 只争抢到一两次高空球 他更多的作用只是牵制对手 在西亚球队越来越熟悉 中国队的情况下 中国队的确到了 该重新考虑高中锋战术的时候了 中央之战 黎兵得了5.6分 在经历了多次伤病 错失了许多机会之后 姚夏终于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作为主力参加世界杯外围赛 亚洲区十强决战 当比赛进行到24分钟和35分钟时 姚夏在前场获得了两次绝好的进球机会 但最后都打偏了 这样的镜头 我们在甲鱼联赛中早已经熟悉了 看来姚夏仍然没有解决临门一脚的问题 对于刚马20岁的姚夏来说 摆在他面前的路还很长 中央之战摇下得了6分 20分钟的上场时间 对于一名前锋来说可能是太短了 但这依然没有能够压抑住李金宇那强烈的射门欲望 同样也不可能改变2比4的比分 在实行了451的新打法之后 李金宇似乎一时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作为骑兵的作用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 对于他来说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争取上场的机会再多一些 李金宇中央之战得分5.9分 中央之战可能是隋东亮加入国家队以来 踢得最差的一场球了 在匆忙换下鱼根尾之后 隋东亮站在了自己不太熟悉的突然前卫的位置上 而一旦开始了比赛 也没有多少人清楚他究竟踢什么位置 估计在这场比赛之后 隋东亮上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中央之战隋东亮得分是5.4分 中央之战的失利 使主教练齐武生的声誉 下降到94年亚运会以来的最低点 赛后许多人都认为 心力不稳定是导致中国队体力下降 最终连失四球的主要原因 齐武生在担任国家队主教练 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其责任是不应推卸的 此外在林章指挥和把握比赛节奏等方面 他也显得办法不多 在下半场当中国队队员体力普遍下降时 他三次换人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 因此各纪录部主教练和众多记者在评分时 给他打了中国队的最低分5.4分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得分的总的情况 李明得了全内最高分7分 6分以上的有 欧楚梁6.9分 张安华6.7分 范志宜6.7分 孙继海6.7分 马明宇6.7分 于关伟6.7分 李铁6.4分 高峰6.2分 姚夏6分 6分以下的是 李金宇5.9分 黎兵5.6分 毛义军5.5分 隋东亮5.4分 齐武生5.4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